24号中午一个男子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江西万载县公安局猪潭派出所 先是坐在椅子上玩了一会儿手机 接着又向民警何子瑞询问 厕所在哪儿啊 想借用一下 看着男子向厕所走去 何子瑞突然反应过来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经确认他正是2019年因涉嫌盗窃罪被网上通缉的再逃嫌疑人李某 何子瑞和同事守在厕所的门口将李某控制 当民警问他为什么明知自己犯了事还敢来派出所的时候 他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 他说啊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以为你们都忘了呢 所以说你也太低估咱们人民警察的智商了